英国摇滚乐团1975乐队成员 上个星期五在我国脱续演出上演难难激稳 警方因此接获不少投报 针对有人质疑警方为何没有及时采取行动 全国副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玉汉就说 那是因为乐队成员早在演出被临时取消的六个小时后 就已经离开我国 而警方则是在隔天下午两点才接到投报 因此根本无法及时采取行动 英国1975乐队成员日前在我国表演时 不但在台上喝酒发表争议性言论 甚至做出难难激稳的举动引起争议 全国副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玉汉 今天在武吉安曼警察总部出席活动时指出 乐队成员在事发六个小时后迅速飞离我国 警方却在他们离境后才接到投报 因此根本无法及时采取行动 不过时采取行动 当被问到警方会不会向国际刑警寻求援助时 阿玉汉表示这不是什么严重刑事案警方不会这么做 或许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时 警方才向英国执法当局寻求援助 阿玉汉透露警方至今一共接获18宗投报 已经向13人录取口供 包括6名投诉者 主办方以及6名来自海外艺人表演 与电影播放中心委员会的代表 他相信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该委员会将会更谨慎地处理日后的演出